農曆新年, 很多人都會貼一下輝春 祈求好而投 如果像朱傑儀般寫得一首好字 當然是自己寫輝春最有心思 恭喜發財, Donna 恭喜發財, William 祝你心想事成, 朱年行好運 謝謝, 我恭祝大家最重要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Donna, 我知道你寫書法很厲害 其實當中要寫得好, 有什麼秘訣呢? 最重要是懂得忍氣吞聲 還有要有肩膀 原來是這樣嗎? 為什麼需要有這兩樣東西呢? 因為你要忍氣吞聲 才可以一氣呵成 而且你一定要用這裡的力量 才可以寫得一首好字 Donna, 其實今年 我也很想寫輝春送給家人、朋友 以下我就要請教你了 好, 我就教你寫個福字 Donna, 你學了多久的書法?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還有信心會不會寫個福字? 對, 其實我很喜歡的福字 因為又有禮事編 代表你又有古時, 有很多古字 福字代表又有依、有食、又有田 所以新年來講很容易頭 對, 是的 Donna, 我知道你一早就已經買了100張紅紙 準備寫100個福字的輝春給朋友 其實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構思呢? 其實因為每年都是畫一些新少遊畫 今年沒理由每個人都送一幅遊畫給他 對, 因為一幅遊畫是很久的 寫書法我就覺得簡單一點 而且每個人都受樂, 也會福 農曆新年真的有很多傳統的習俗 你有什麼是每年一定會做的呢? 如果新年之前一定會帶掃鎚 我比較傳統一點 喜歡用那些綠葉葉, 整個屋這樣抹 代表去舊營生 或者買些年色, 整個漂亮的房子 還有一件事, 就是買一些紅色的底底 我真的會 是呀, 你沒有的嗎? 我又沒有, 今年也要學一下你 是呀, 那就把舊的都扔掉 不是扔掉, 扔掉舊的 說會節省, 節省一年 我還需要穿臉嗎? 那你試一下吧 是呀, 扮超人新年應該更好運 Donna, 新年都還來身體健康 自自主機新年寫多點漂亮字給大家看 觀眾William, 新年都越來越英俊 謝謝, 而且我也會練多點字 希望明年可以和你一起擺檔 好呀 好, 恭喜恭喜